这个不能全屏的操作比较简单 这个是那个写过文档的 我网盘里到处都是放这种文档 把这个视图重新再加载一下就行了 在那个查看目录下面 再加载 在这个过程稍微等一下 这现在不是全屏的吗 这另外就是在那个设置里面 总体设置 一般情况下都是打到那个屏幕自动最大化 这没有取消的话 就一般都是会自动全屏的